国立洞华大学艺术创意产业学系 芝芝为芝芝编织基础期末成果展 日前特别在生活旅人工作室登场 两个班级50位的学生 透过织布编织以及羊毛沾手做的工程 带来自己的发想以及配色成果作品 秀出了无限的创意 也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国立洞华大学艺术创意产业学系 芝芝为芝芝编织基础期末成果展 日前在Oripa生活旅人工作室登场 两个班级50位的学生 透过织布编织以及羊毛沾手做课程 运用自己的创意以及配色 编织出口筋包、织带线、吊试圈等作品 秀出无限创意 主要是以织布为主 然后还有羊毛沾 那我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做织布 然后因为以前小时候经常碰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想说刚好借由这个编织课程 然后去创作自己的作品 像这样的一个菱形枝 这是调枝 那这个调枝就是会需要用到调整 那这个会比较麻烦 因为你要去算它的一些数量 然后才能去把它调出来 做过最靠近编织应该是织毛线吧 织毛线围巾 可是还是第一次碰过这种用真正的织带机去织带 还有用羊毛毡去缝纫啊 然后去接触一些口径的结合 不少同学第一次尝试编织 为自己能完成创作感到欣慰 这一次的展览主要选在欧鹿这里 是想说用手织的慢活的那个体验 然后来诠释那个美好的体验 然后跟想在老房子里面做一些互动 与老屋的一个互动 所以这个里面有包含两种课程 一个是编织的织布的一个课程 一个是羊毛衫的一个手作的一个课程 然后跟布料的一个 制作出一个创新的一个布料 Oripa生活旅人过去常与东华大学合作 提供发表的平台 推广在地艺术 这次两个班级约50位的学生 带来丰富的作品 包含二楼文学空间 从墙上布置到桌上 一楼也有开放部分作品贩售 展期至6月10日 欢迎民众前来Oripa生活旅人 欣赏这些学生的成果 记者长邦彦临时报导